由陳家欣在溫修報導 動車追葬事故撞散了多個家庭 亦都撞碎了他們一心 請難者的遺體陸續火化 家屬的矛頭繼續指向鐵道步 很難過的啦 但是 鐵道部門都沒有一點能出來 現在我昨天晚上把我帳戶送到這邊來 到目前為止都還沒有人過來 問一下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不要錢他陪我一個人嘛 怎麼可能 我一個家庭都靠他 現在沒有他我都不知道怎麼活 救援善後總指揮部和家屬協商之後 決定將每名死者的賠償額 由五十萬人民幣提高至九十一萬五千元 當中包括鏈葬費 精神撫慰費和補助金 有家屬不滿意賠償額計劃告上法庭 對一個家庭這五萬塊的精神所害會 這個難道是什麼樣的程度 一萬五千塊錢的這種三賬費用 還不夠買個骨灰盒 別說買木地了 也都有家屬說當局要求他們月底之前簽署賠償協議 簽了之後也都不能就事件進行追討 另外一批家屬再去到事故現場露製 也都有民眾帶同金屬探測器 嘗試找些值錢的東西去轉賣 有公司的負責人就檢走一些碎片 表示要放棄工廠提醒員工要注意產品的質素 無線電視記者陳嘉欣在溫州報道